据外媒TMZ报道,美国说唱歌手Nipsy Hazel 在洛杉矶自己经营的服装店外遭遇枪击不幸遇难 年仅33岁,另有两人受伤 据洛杉矶警察局局长表示 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29岁黑人男子 指他涉嫌在周日开枪打死了Nipsy Hazel 宪政通缉协助一犯逃亡的女车手 并强调案件与帮派仇杀无关 纯属个人问题 非凡娱乐实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